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明你的价值 对 一开场双方就呈现了奇怪的状态 他们谈论的焦点并不在离婚或者复婚上 而是是否要男主外女主内 两个人就好像根本没有离婚一样 再看敏先生明明是来求得和解渴望复婚的 可是他提起要求来却是态度强硬不留半点余地 而熊女士也毫不退让 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要有安全感 要得到尊重 熊女士表示 在婚姻的一开始 她也是同意前夫观点的 也就是女主内 毕竟作为女性 她料理家务是比较擅长的 但是时间一长 熊女士就发现不对劲了 前夫所谓的女主内根本就是一种伤害 她外面做什么事不让我过问 你是说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你并没有萌生必须得出去 对 没有萌生那样 虽然我是说想出去 但是我还没萌生 因为孩子还小嘛 我都是考虑在家里 但是之后两年来 她就是外面做什么事 她不让我过问 家里什么事我不能跟她讲 就这样子的 各管各的 各管各 就是各夫妻子一样的 你所理解的女主内男主外是这种状态吗 我不是 我觉得就是说你在外面做什么事 你应该跟我商量 家里有什么事 我也应该跟你商量 她不认为 比如说我买个东西 我说你觉得买什么样的 你自己决定了 你刚往外问我 这是你的责任 她就这样 你是说那个时候 你开始感觉到不被尊重吗 对 你外面的事情不让我管 我也不 我做到了我不管 她就认为我做不好自己分类的事情 我问一下你的感受 她的这种态度 很直接回去的态度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难过 感觉就是她 她把我当成什么 就是说你是我手下的功能一样的 我叫你做好 你做好分类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说 做不好我再来说 真的太坚硬 自己拿不了主 真的太坚硬了 对 不够温暖 对 要迎接别人的尊重 你最起码 你自己要有这个难力 你不要什么事情 都要唠叨叨叨的去做 你说你能处理好 你为什么要问我的意见 我已经同意了 至于我的事情 因为我毕竟在外面打拼 你没有跟着我后面去 对不对 对于我自己的行为 或者处理方式 你有意见 或者干嘛 曾经我跟你汇报过 我跟你讲过这样的事情 商量过 对不对 但是你对我有的时候就商量 叫纸一样 你说我能接受吗 婚姻中的男主外女主内 其实是需要灵活掌握的 他并不意味着丈夫就可以不管家里的事 可是敏先生却愣是把这男主外女主内 当成了触合汉奸 两人之间绝对不能越界 婚后不久 熊女士怀孕了 他希望敏先生可以分担一部分家务 可是敏先生的表现 却让他感到实在寒心 再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 熊女士忍不住善战了一下 真的让我好安心 我怀我写 我八个月大时 我搬到楼下的被子 我楼上的邻居看着 我那么大的肚子 他把我摔脚 他就帮我帮下去 到了下午他回来了 他把电脑 我叫他帮我 你就把被子帮我收起来 他说你不会去收啊 我说我这么大肚子 我说我们邻居都帮我收 他说我不回来 你还不要自己收 他老是教你最难受的时候 气你 你其实刚才他讲到这种 你对他缺乏关心 呵护体贴 他会这么的难受 你有感觉吗 你觉得他值得这么难过吗 没有这种必要 因为为什么没有这种必要 我是讲的原因 很简单的问题 夫妻过日子 磕磕蹦蹦在手来面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并不是小女孩了 有些事情不能那么任性 我是任性吧 我这个人呢 个性比较俗 而且是火气也比较大 有些时候我不想重复的听那么多 听了那么多 我就会跳起来 要我还要到外面去赚钱 我这样子就带小孩 你必须自己 要保证自己 好 如果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情况 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原资 唉 我拿你那么大的精力 那次你做了事吗 我烦恼了你吗 你在那玩电脑 我没办法 我叫我妈过来服侍 一个星期 在这个一星期之内 我去赚一个月的开除 你的意思是 他不应该任性的 在那个时候来跟你闹 对 敏先生振振有词 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而这种态度 显然加剧了熊女士的痛苦 他指出 长期以来 前夫这种有事不协商 遇事不帮忙 只顾自己挣钱 把他视为无误的状态 让熊女士感觉 自己被戴上了女主内的枷锁 与此同时 他还对丈夫主外的模式有意见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他这个女主人 对小家庭以外的一切事物 都无权干涉过问 他在一个人身上 可以让他即便三次 那行 你说骗了吗 骗了你OK 不谈 是不是你哥哥讲的 你要跟我讲的 你跟你哥哥 做那个共地是有股份的 后来结了婚是怎么样 那是我们结婚之间 我们兄弟之间 是关你什么事的 那是你跟我讲的吧 那即使是那个财产 也是我自己的个人财产 那就是你骗了我 我们几乎那里 在哪里已经 拆掉万块钱 我说拆掉万块钱 我们家那是不会去的 后来到我母亲的 我们三个人那天晚上 坐在客厅里面讲 他哥哥说你帮我借 真的是不好意思 他说 这个钱我一定会挽给你 后来结婚 就是 他哥哥就跟他赚账 跟他说了三年 拿了六万块钱 那两万块钱 也算到里面 就是我第一次 到他家里 他妈妈给我的见面 一千二百块钱 借一个大哥 也算到我们头上来了 这是他家人做的事 你必须见到这个现实 结婚之间 他不是这样说的 不得不说 敏先生的男主外女主内 显得十分的荒唐 他一味的强调 两人要各司其职 却忘记了 妻子需要情感上的互动 与关心 这时 有一位观察员指出 敏先生不仅观念上要改 态度上更要改 我跟男方交流一下 其实这个家庭呢 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感情 你跟你的妻子 恰恰就是感情出了问题 出在哪里 我觉得出在你身上 出在你的语言上 语言是什么 交流感情的工具 而是成了一个个尖利的凶器 他哪里痛 你就搓向哪里 他哪里痛 你就刺向哪里 让他痛不一生 你说这是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 你的语言 就是你们婚姻的交所 你把他给勒死了 面对观察员 王志川的批评 敏先生不停地点头 但是熊女士悲伤的情绪 却并不因此得到好转 他告诉大家 在生完两个孩子后 他再也无法忍受 自己独自住内的委屈 和前夫住外的强势 他认为自己 之所以得不到前夫的尊重 是因为自己这几年 忙于生孩子带孩子 一直都没有经济收入 为了赢得尊严和尊重 熊女士做出了决定 他也要住外 于是他在半年前 选择了做生意 在他们租住的小区内 开了一家窗帘店 如果我不开 在他家里永远我没地位 说的难听的就是奴隶 但让熊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从他决定走出家庭开始 主外的前夫 就对她的事业百般阻挠 从开那个店到装修到什么之类 他就是每天都给我发过 但是我一直都忍着 因为你知道吗 我开那个店第一天 他就跟我讲 有生意吗 我家里人在这样问 今天接到生意了吗 我看他会不会做啊 会不会算了 是他转跟我说的 你是觉得他们都在等着 看我的笑话 这个会让你觉得 我必须得做好 必须做好对呀 那个时候你的心理压力应该是巨大的 我好大你知道吗 他也这样 他也是跟他家里面 站在那里干我的笑话 如果我这个 有人能帮你吗 没有 就是我一个人 所以对于美心人来讲 他开始开店以后的一切表现 你都是不满意的是吗 哪一点 天气良心没有 他开店不满意是什么 比如说吧 白天在一起 他自己见的比较忙 或者有时候我看到 哎 我觉得我现在没事的 我想到店里面休息一下看一下 他就能走进来 哎 你去做那个 啊 你去做这个 有的时候他窗帘做好了吧 哎 他就请人吧 他发不来了 哎 你去安装一下窗帘 我说我不去 我说我去帮你装窗帘 我还不可以我自己做一下 伸下手做一下 我做你点钱 然后做你没钻 呀 我就实在话 我立刻在家里做 我都不做 很简单 为什么 我是随时随地 要去 我是时时刻刻工作状态 你不要过分的要求 我去帮你 那么多 我怎么过分 我说你没事你去帮我装一下 后来他不装 不装就算了 我就请 他忙着些吧 他有过主动帮你的时候吗 也有过 那是他心情特别特别好的时候 还要哄着他 如果你稍微 你他还说稍微 就是语气稍微硬一点 他这个 他说你的钱我不赚 我不赚你的钱可以吗 赚我的钱 我的钱是谁的钱呢 在敏先生看来 前妻开店就是在破坏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则 自己之所以不愿意帮前妻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自从妻子开店了 家里没人主内了 家里的一切都乱套了 因为我们生了两个小孩 我在外面打拼 是吧 所以说保证家庭运转 这么多也够 略有盈余 是吧 不需要他去到外面去 如果他 恐怕小孩根本离不开 为什么 我们小孩太小了 一个四岁 一个一岁离十个月 现在吗 现在 试想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父母帮衬 必须要牺牲一个人去照顾 照顾 因为小孩不可能 没有人去照顾 我安排好了 我才去做我的事业 安排好了的意思是 我给他妈妈带了 他妈妈也同意了 他把孩子交给你母亲带 这一点你有意见吗 有意见 按照他的事法 是你母亲跟他沟通以后 两个老人家愿意的 愿意的吗 那是逼得没办法 从我妈的内心来讲 是带不了 情况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兄弟 我三个弟弟 来两个弟弟 两个弟弟的小孩 跟我小孩一样大 你说你 你自己两个的小孩 你都自己都带不了 好管我妈就带四个孙子 三四个孙子 孙子 行吗 我不是要他长久带 我说带今年 带到上一员 我就可以接回来 后来他就说 他就他就说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一个月之内 不去把小儿子带回来 我就把你的店给收了 在外面那么大的声音 后来我被他 当时我咬我去 我说收啊 我就是不带 现在就收 我是不会带的 后来我姐姐之后 去阿南说没办法 大家都说为了这个家 你就浪一步 我就就到他家去 见那小儿子 见那小儿子 大日子都在我身边带 有一次来 那我小儿子在那里睡觉 大概就是四点来钟的时候 四点半到五的时候 幼儿园要接孩子 我就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外面有事 就这样 就把电话挂了 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我在电话里 听到好像麻将的声音 你是希望他去帮你接孩子 是吗 因为他 我说了 你没事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有事 我就再 我都会自己想办法去处理 后来我又打电话 他说 我不跟你讲了 我在外面有事 啪的一把电话又挂了 后来我就 我说 我说心里有点气 本来我听到那麻将声音 我就去找 我才知道他 可能在他姐姐那里 我就到他那个堂姐那里 看到他在打麻将 把儿子大日接回来 我就接到店里 我就开始收 收饭给他们吃 他一会儿他也过来了 他过来了 他就 他也摆着个脸 他说 把儿子一摔 你就走了 儿子都摔了 我说摔了 是我推着他摔的吗 你在身边了 不是我推着他摔的 小儿子看到我过来了 想找到我身边 让我抱着 他看到小儿子到我身边 他就一把子抱着小儿子 不让他到我身边 他说 你不会住 他为了开这个店 什么都会放弃 疯了 已经 为什么我要求他在家里 带小孩 我的要求不高 只是 一天有三顿饭吃 会照顾到 这个结果吧 喂出血的这个结果 如果不是你这些 事情搞出来 你也不会这样 那是毫无疑 熊女士坚持走出家庭 用开店来维持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 敏先生却坚决认为 熊女士必须先照顾好孩子 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本分 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 那么 是夫妻俩做到事业和孩子兼顾 还是熊女士关掉他辛苦经营了半年多的窗帘店 再次退守家庭呢 两个人为此事始终争不出一个子丑一帽来 终于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这样一种情绪下 两个人最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对吧 一直习惯了听从敏先生安排的熊女士 毅然决然地离了婚 随即又独自离开了南昌 但夫妻的她虽然人在外地 心里却还牵挂着家里的前夫和孩子 我隔壁的就是开店的时候 她说她喂猪血呀 又怎么怎么没吃饭呢 其实我现在也挺难受的 我也怕她身体会多做什么事呢 毕竟她就是说的难听 就没感觉她 还是我两个儿子的父亲 我说如果再 如果她还有什么事 我也得不到好 我两个儿子压个很别 看得出来熊女士心里有气 但对前夫和孩子却十分有感情 正是基于这一点 我们的调解员胡建云 迅速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如果不开店会给你带来什么 如果不开店 在她家里拥有我没地位 说的难听的就是奴隶 好 那我再问 如果不开店 对家里的经济来讲意味着什么 因为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她 必须她要去赚 那我简单地问 问两位 开店是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不是 为什么我突然想开店 是因为 那就要问敏先生了 你是永远反对她开店 还是暂时反对她 暂时的 她在开店之前 我也帮她分析 我说如果是你要问我真心话 我说你不能开这个店 我说即使天上有调 门口有捡 我们都捡不到 分身乏术 我说等着小孩 你长大了 长大了 回商量员了 我说我会提供笔资金给你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你们家的问题 关键不在于开不开这个店 而是什么时候开这个店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这个人是很理智的 过程我是很理智 而且很有规划 你像我家里风雨飘摇 经不起任何 任何闪失 我去买保险 哪怕我就是 说一结识 事业的那个事情 不是我不过问 但是我每个月的 你收入多少 我开市多少 我都跟他汇报的 如果按照我的方向去走的话 今年能不能按借到房子 有没有可能实现 你心里有所 你想去良心 那个我 我说 我跟你讲 是不是我慢慢从结婚事件来 一步一个脚印 实际慢慢再去实现 我对你的承诺 能做到什么 现在当然没做到 变成一个零 家也散了 什么都没做到 事业也没有 当然变成一个零 什么都没有做到的话 他是不是在努力 在努力啊 但是他是为他自己努力 不是为我努力 他是为他 不是为我 你没有分享到他的成果 没有 他不讲什么 他非常完美 主要不会关心人 所以我才会去说 他没有说他完美 他就说 如果你把情感这一块 把后院照料好 这个家就完美 我嫁给他 是他图了他什么 米金正的一通分析 让我们对他多少 有了一些了解 他主张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模式 是有自己远景规划的 虽然雄女士 对此感到万分委屈 但胡建宇认为 敏先生的这种分工 其实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他对这个家庭的规划 设计 其实是有一番苦心的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是会有压力 而且呢 跟他家人相处 你也有压力 但是就他本人来讲 煞费苦心 而且呢 他应该也对自己 很有原则性 包括工作 包括生活 他看事情 看自己 看你 其实也看得挺清楚 从大局 找眼 然后自己 总的来讲 也算 身先士卒 如果再提要求的话 那确实 就是要求 搭档完人 你看 男人为什么要娶女人呢 除了生孩子 可不可以想象成 有一个人在前面冲锋陷阵 有一个人在后面 经营好家庭 免除后顾之忧 那这个就是排兵布阵了 就要分轻重缓棋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磕磕碰碰 会有无暇顾及 那是不是大家多一些理解 主动配合 你现在好像给我的印象说 你最大的不满意呢 就是第一 相处不愉快 第二呢 还没看到成果 生活还没有改变 相处不愉快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不被尊重 没有看到成果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觉得不安全 所以我就问你 你开这个店 是迫在眉睫吗 不是 那什么迫在眉睫呢 其实是心里面的气 心里面的怨 要怎么排解 才是迫在眉睫 女方 从上场到现在 整场下来 你的这种哭哭啼啼 一定要说清道明 而且呢 对丈夫 对他家人的这种全盘否定 你知道这会引起 对方的反感 如果做这种无谓的沟通 还不如先不说 你给我的感觉是 你一个挺悲情的一个女人 但是不甘心 确实这样的日子 你会觉得挺难受 挺压抑 可是我们来反思下自己 在一个婚姻里面 我们常说一个巴掌 也拍不响的 你有没有自己 确实给了他一些 让他暴跳如雷的一些导火索 我感觉到你 是不是能够学会收敛一下自己 还有学会耐心一些 你想出去打拼一番事业 是不是最好的一个节点 我举一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名人的例子 贝克汉姆的事业 在非常牛的时候 贝嫂其实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她是Spicy Girl的成员之一 辣妹组合 但是当她投入到家庭之后 她为贝克汉姆 生下了四个孩子 她义无反顾地 终止了自己的演唱事业 她所切断的诱惑和利益更大 因为她要全心照顾家庭 但是当她生完两三个孩子之后 她料理好了之后 她发现时机成熟了 她毅然决然地付出 她从事她的服装事业 从事她很多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经营的事业 依然做得风生水起 以至于现在 人们会说贝克汉姆是贝嫂的老公 所以我想跟你说 学会智慧地去掌控生活的节奏 去把握好那个节点 而不是说 我要扯能 我要满足我的 我的想法和愿望 我说了 现在我不可能会负负 你心里还在期待的 就是敏先生能够对你更好一些 就是回到 就是结婚前两年的时候 尊重我 不要再 就是在外面大声吼我 尊重我 给我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去说 可能 我是比较过分一点 你说 你现在对于他 做到这一点的信心有多少 很少 调整肯定是会有的 大家 不会超过一个月 十天半个月 又又成了原型的 就这样子 不行 OK 那你没有憋了 今天就算我 对你这个部分的诉求 你就打个pass就行 面对熊女士拒绝复婚的态度 说了会调整脾气性格的敏先生 却好像忘记了刚刚的承诺 恼羞承诺的他 突然起身离开了调解系 但是 转了一圈过后 他又主动坐回到了座位上 对此 熊女士似乎习以为常 整个过程中 他连眼皮都没有太一枪 不得不说 敏先生最大的毛病 就是学不会温柔体贴 学不会适当的扶转 对身边的女人 缺乏情感上的呵护 此时 现场的观察员们 已经洞悉了两人的症结 他们开始对敏先生 展开了一系列的严厉批评 敏先生 您在现场的一些表现 我会发现 两个词吧 可以形容您 一个是焦虑 一个是 浮躁 您一直在场上说 在这个家里面 男主外 女主内 要有分工 没错 其实包括说 您一开始跟您的妻子 所讨论的很多问题 就像是一个老板 或者一对合作伙伴 在商讨着一个 如何共同进行工作的状态 但是您要知道 我们谈工作 一定是把两个词 放在一块儿谈 那就是分工合作 它有一个合作的内容在里面 既要有分工 也要有合作 那么敏先生 您的问题恰恰在于 没有注重到这个合作 所以他会很难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敏先生 您一直在说 我很忙啊 我没有 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照顾你们的情绪 或者陪伴我自己的家人 您忙 未必忙得 因为我们胡老师 胡老师前两天的微信圈里 发了一个微信 当时我觉得心里挺温暖的 早上 他可能还没起来的时候 女儿已经上学去了 那么晚上 等女儿放学回家睡觉了 可能他还没回到家 对不对 这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差嘛 我们家庭成员的一个 不能碰面的时间差 但是胡老师呢 留了一个纸条 纸条上画了 他的形象 和他女儿的形象 然后放在他女儿的书桌前 他那个微信说 今天我又看不到我的女儿了 但是我要留一个小小的惊喜给他 在这一天里 能有甜甜蜜蜜的感觉 你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 同样是忙 同样在打拼 敏先生 您做到了多少 厂商的敏先生 我觉得啊 如果您跟您妻子的日子 都过不下去的话 我倒是建议您 租个机器人老婆 过日子算了 因为您一直把自己 定为一个机器人的老公的 这样一个角色 虽然您耍费苦心 再给家庭做N多个规划 您的女主类男主外也好 最后的结果却是 家庭的分崩灵溪 想想是为什么 我一直能看到 您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黑洞是什么 您的超理智行的外表下面 是一个情感的极度匮乏 我可以这么说 您其实根本就不爱自己 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你怎么能把爱 给到你周边的那个女人 给到你的孩子 你是跟一个女人过日子 人是有感情的 有血有肉的 不是像你那么简单 精畏分明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咱们井水不放河水 我可以这么说 您的妻子去开天 她其实是一种抗议 对你的将军式的 这种家庭的压力的阻抗 她要的很简单 她一直在反反复复的说 我希望得到尊重 我需要得到您的疼爱 所以呢 先去填补自己 累在的那个情感的空洞 你要先学会爱你自己 然后再往你的情感账户里面 去存款 存款的方式有很多 一句暖心的话 给她买一份 她喜爱的礼物 陪她去逛逛超市也好 够知一点 家具用品也好 这很难做到吗 两位女性观察员 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分析 似乎让敏先生 有了一些全新的见解 她那焦躁的情绪 也渐渐地平复了下来 在调解员的建议下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这次的密室环节 并分两路 密室里 观察员刘峰 没有批评敏先生的冷漠强势 而是从男人的角度 规劝敏先生 暂时不要强硬要求复婚 应先了解前妻熊女士的性格特征 她的表现可能像小女人 但是呢 她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女人 有自己的事业 为了使这个家庭 双方的关系更加的美好 孩子家庭成长环境 更加的好幸福的话 我们要做的是 如何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 切合点 第一要有商量 双方有个商量 第二个呢就是 对方的需求 我们客观条件 不允许我们去满足对方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情感来弥补呢 仔细想一想 有啊 有这种需求啊 有 我相信你也有 但是现在 为什么有了 还矛盾还依然存在呢 就是咱们做了 好够 对 看得出来 经过刘峰的点拨 敏先生很快就明白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也明白了前妻为何对是否复婚 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他随即表示 他不会要求熊女士永远当家庭主妇 假如熊女士可以为了孩子 暂时放弃两年的开店时间 他一定会尽到一个丈夫的本分 除了做好家庭经济上的支撑 还会给予妻子精神上的宽慰 密室里的形势一派喜人 随后 刘峰把敏先生良好的态度 转达给了坐在现场的熊女士 听完这些 熊女士也说出了 他宁愿离婚 也不放弃开店的真正原因 家里所有已经重贷归他 什么呢 现在五年了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在他家里谈不住 在我家里谈不住 我没怨他 我也知道他经历得很辛苦 就是我看得也心痛 这几年再半个大厨 我也知道 那也就是说 你也愿意做出这个 就是 让我愿意 愿意让我先带 先带这两个孩子 对 我除了做事不是 我除了做事 我不是为了选择 我又多 我又不得逼你强 我不是那些事 对对对 原来熊女士坚持开店 还有这一层深意 可惜敏先生一直以强硬抵制的态度 来应对妻子的良口用心 由此可见 不顺畅的沟通 才是导致他们最终走向离婚的根源 熊女士对前夫的问题 看得很清楚 他对前夫能够瞬间做出改变 显然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为了两个孩子的生活 和敏先生的身体需要得到照顾 熊女士还是选择了妥协 回归家庭 那么熊女士做出了如此巨大的仗 一直在现场表现出强势姿态的敏先生 又会不会让他看到惊喜呢 好 密室结束 我们先进入回忆时光 怎么说呢 以为这样 以为 有些事情随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就能够圆满 但是 其实一路找来咳咳碰碰 的结果 可能我是 错了 如果是没错的话 就不存在我们 已经有离婚的这个结局 这都是肺腑之言 我一直还是坚持留意 你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但是 盲目乐观了 你会觉得只要我这样做 我一颗心掏出来 我把这个事情做得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家就可以建筑得好 其实你没错 但是 人和人是不同的 如果你遇到一位 就是恰恰 不用别人说 他 反而很乐意做这些事情 来辅助你 那是刚刚好的 但是你爱人的性格 有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 我们就不能说 他就是错的 他很在乎 在这个家里面 你们是不是尊重我 是不是呵护我 他的注意力是在这里 我会努力去做 是好男 但是不是好丈夫 真的 好 看一下协议里面 对你们双方 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协议第一条 双方承诺 改变自己说话和行为方式 尽量以平和的态度 来讨论和解决家庭问题 第二 女方承诺 如果条件确实不允许 可暂时放弃 窗帘店的经营 回到家庭 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男方需同时 予以尊重和相应支持 第三 男方承诺 将来会更多的关注 女方情感需求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定期抽出一定的时间 作为家庭休闲日 陪家人看电影 旅游 家庭聚餐 等等活动 第四 以上三条 试行三个月后 若效果良好 再考虑复归室 怎么样 双方觉得 可接受吗 可以接受 好 我打签字 一纸协议的签下 代表他们只要好好践行 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一家团圆的心愿 但三个月的试行期 对于性急的敏先生来说 的确有些长 他在调解结束之后 随即就走到了熊女士身边 握住了她的手 正宗的 道了一次歉 老板 你以前是我祝福的 今天关心不减 我不许学给你 我要从祝福的店 个性强硬的李先生 第一次哽咽地说不出话 他一把抓起对方的手 给了熊女士 一个强有力的拥抱 我希望你有天天能这样对我说话 我不要你天天抱我 但是你说话 能够像今天一样 哎呦 我要想这些 慢慢地会干 彼此的改变会 看到分开后的他们终于温暖相待 现场的调解人员无不为之感慨 在家庭中 夫妻是需要分工的 但是千万别忘了 夫妻之间更重要的是合作 在问题来临之时 夫妻俩只要互相理解 互相配合 一起携手前行 就一定能够妥善解决 家庭中的任何问题 虽然敏先生因为他偏颇的分工里面 让熊女士伤了心 也离了婚 但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只要敏先生在以后的生活中 能够学会理解和关心对方 我们相信 熊女士的心一定会被慢慢覆辙 属于他们感情的美好春天 也一定能够早日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